马来西亚这个东邪的明珠 为什么吸引越来越多台湾优秀年轻人 到那边去开疆僻土 梦然到了那地方 看到了一个地方 让你下巴要掉下来了 为什么 对 我们都知道像西方有好莱坞 那欧洲其实有一个好莱坞是松木影城 然后那亚洲的好莱坞在哪里呢 在哪里 竟然就在马来西亚 好莱坞在马来西亚 对 怎么不是在印度 怎么不是在中国 那你票房最大 市场最大 对 所以我现在要讲就是 英国一个松木影城 这个松木影城 其实就是好像是欧洲的好莱坞 它拍过什么片子呢 哈利波特 007 哈比人 然后还有那个加勒比亚海盗 对 所以 通通都在马来西亚的这座影城 通通是松木影城拍的 可是因为现在所有的票房 大家都知道 亚洲其实决定了 这部电影到底卖不卖座 最主要的市场 所以当时这个松木影城 他们就在想说 那我到底要去哪里盖一个亚洲的片场呢 那刚刚就要讲 去大陆啊 对 去印度啊 怎么不去大陆 怎么不去印度呢 他们为什么选马来西亚 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马来西亚真的是敞开了怀抱 然后希望他们去那里扎根 我先讲一下这个片场 第一当然片场50英亩 然后呢 硬体设备全部就是马来西亚他们协助盖的 对 这个硬体有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去 你只要去过影城 你都知道反正就是 一像这样子一栋一栋的房子 然后里面就是摄影棚 然后还包括一些外景 这些之外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李安导演在拍少年拍的时候 那时候需要有一段场景 就是因为 就那个小船不是要制造一大堆海浪 台中的那个机场 搭一个人工的泳池 对 灶浪 对 灶浪 人造海浪源 还挺客难的 对 挺客难 而且最后是拍完之后 就要把它拆掉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永久的建筑物 对 但是松木影城 马来西亚松木影城 它有这个水底摄影棚 哇 对 所以在那边要拍几集的拍 都有办法应付 对 几集的少年拍都可以 对 所以那这些东西硬体之外 马来西亚政府怎么样吸引到松木影城 它最大的一个诱因就是 如果你现在要拍一个 假设100万美金制作费的影集 或是电影 对 我补助你30万美金 哇 三成是政府出的呀 三成是马来西亚政府出的 对 对 那大家就想说 哇 你马来西亚政府真的好凯 然后你为了要迎接这样的一个 欧洲好莱坞的松木影城 庆祝到马来西亚 那其实马来西亚政府 他们打的一个算盘就是 你来了松木影城 你松木影城来了 我是不是整个马来西亚 所有的影视文创 水准通通涂涉 而且一讲到东盟 或是亚洲好莱坞 不就是想到马来西亚吗 而且它一来就来了